心靈的養生来自于宁静 身体的养生来自于简朴 每天简单一点快乐一点 你已经走在身心养生之道 欢迎收听雨色新养生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南瓜国际的编辑妙佩伦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 我们出版的成功做自己这本书 那这本书呢是一本 教大家占星相位的书 那其实呢占星书并不见得 是一定只能够很含糊地告诉大家 星座运势 那占星书也不见得 一定都好像教科书一样很难懂 那这本书的作者 是以文化观察建长的占星大师 韩良璐 他用说书人的口吻 为大家生动地讲解 名人意识后面的占星逻辑 希望大家不但能够从里面 学到占星的技术 也能活出占星的艺术 这本书现在已经上市了 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的话 欢迎到网路书店 或者是实体书店购买 你好我是雨晨 在9月23号下午2点 南华大学生死系系主任 廖俊玉老师 即将来到台中语色灵性美学工坊 主讲灵修秘法的修炼奥秘 廖老师是我在研究所的指导教授 本身呢 在密宗灵修中医与静脉上面 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这场讲座将为你解析 密宗不为人知的修炼方法 同时还将告诉你 灵修瑜伽 密宗的修炼关系 雨色惩治的邀请你 密宗在修行上常被蒙上一层不可公开的色彩 也因为如此 让更多人觉得他既充满了神秘 又有一层奇幻的味道 什么是密宗 密宗的修炼又是什么 而他又与台湾的灵修有什么样的关系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每位的听众朋友邀访到的是 南华大学生殖系的主任 廖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要跟每位的听众朋友来谈一谈 密宗 廖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 对我们那个廖俊与廖老师 一定感觉到是不是那么的陌生 因为我每一年的出书 都会找他来帮我写推荐讯 今年我要写瑜伽跟灵修的关系 也是找廖老师来帮我写推荐讯 为什么会想要找他呢 是因为我觉得他对于理论 实修 对于很多的佛法对这种密宗的东西 他有他的看法 所以呢我这一集呢 特别邀访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来跟每位的听众朋友来解惑一下 到底什么是密宗 到底他要跟我们的灵修有什么的关系呢 廖老师我们一开始来谈一谈 就是其实呢我们会听到密宗的时候呢 就觉得说好像有什么灌顶加持啊 就是要去给那些喇嘛来这边就是加持一下 那么到底密宗的修行应该不是这么的标浅 那他到底是以什么为基础来进行修炼的呢 好谢谢 关于这个密宗啊 基本上他其实是佛教的一个宗派 那我不知道佛教基本上 他其实是从无常苦空出发的 那所以密宗的修行 基本上也是这个样子 密宗最重视的其实 他的很重要的出发点 从中科巴大师的 菩提道赐利广论就非常强调 就是从无常处理 开始作为我们修行的基础 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世界万物是以变化为很重要的原则 这个在佛学上面 就是人生无常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执着 希望某些东西永远不要改变 留在我们身旁 就好像最近周游跟李朝勇的爱情 婚姻产生了变化 那周游要去告这一个第三方 那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想要把无常变成一种常 所造成的现象 那密宗很重要的修行 其实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无常一定会造成我们人生很多的痛苦 所以我们要解决这种无常的这种现象 那因此他就非常强调出离心的修行作为基础 老师你刚刚提到的是无常跟出离心 这两个名词呢 其实在一般的佛教当中也比较容易看得到 比如说像汉传佛教啦 或是南传佛教比较少一点点 那么这样听起来好像密宗跟其他修行好像也有点类似 有点有很多的地方是有交集的 难道密宗没有其他我们觉得说 跟我们表面上看到是这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有啊 他们的出发点其实是一样 但是那一个他跟我们平常在汉传 或者南传佛教当中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 为什么他叫做密 而其他的汉传跟南传 他通常叫做显 那显宗或者密宗或者显教 或者跟密教的那种差别 很大的一个出发点就是 一般在显宗 他把我们自己是当作翻夫去修行的 然后他会经过很长很长 善大阿神奇节的时间 然后我们就可以成佛 那密宗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 他不是从 因为其修来开始修的 前面的显宗我们说 他从人是凡夫开始着手 那这个我们在佛学叫做 因为其修 那么密宗呢 他那时候很大的一个出发点就是 他发现三大阿神奇节成佛很久很长 那对于这一个我们在这个三大神奇节之中 行菩萨道常常也会造成很多的这个错误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 我们如果看到失恋的朋友 那我们要让他从失恋的痛苦中走出来 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就会建议他说 最快的方法就是你赶快再去交一个女朋友 那你就会从失恋当中走出来了 那这种建议呢 事实上有时候他也有短暂的效果 但长期我们都知道 事实上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种行菩萨道当中 到底怎么样去立己立人 那对密宗来说啊 他其实是一个很苦恼的问题 所以他那时候就在他的祈愿点上面 他就要解决一个就是 我可不可以不要三大阿神集结才成佛 这太久了 而且这之中我会造成很多的错误 因此可不可以赶快成佛 那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吉身 这个身呢 有人是身体的身 也有人是强调是生命的身 那如果是吉身成佛 就是身体的身的话 就是他还带着这一个肉体 就可以成佛 这意思 那么如果是生命的身 就是吉身成佛 就是 也许我们是在死后 往生 中阴身的那种状态 他就成佛 那这样子其实都还是算 比较 那个快速成佛的 那于是他就提起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果位其修的概念 果位其修的概念呢 就是他基本上不是从 这个人是凡夫这个地方 开始入手 而是从人本来就是佛 自信佛的这一个观点上面去修行 所以他常常一开始 很重要的修法就是要修上师相应跟本尊相应 那这个很重要的就是 他就是要从人是佛的这一个起点开始修行 那这个部分他就展开了 他如何把三大阿僧七节的这一个时间 浓缩到这一世的修行上面来 那这个是密宗跟显宗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差别点 老师你刚刚有提到就是密宗呢 他把三大阿僧七节的这个时间 把他浓缩到金室来进行修炼 当然我们就会比较认知说 就是可能就是集身成佛 这辈子就直接成佛 那么在修炼上面是不是会让他觉得说 他真的是比较快速直接 而且是直接进入到 我们最需要解决那个课题 跟我们认知中那些显教来讲 他的他的那个速度是快很多了 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他们很强调无常跟出离 那么所以一开始常常就会有很集中的这个修行 包括就是闭关 比如说一开始他大礼拜 就要求这个他的信徒就拜到十万次 那我们一般呢 一天如果拜个三十五次 三十五佛或者八十八佛的话 那么这个一辈子下来呢 可能也不一定会拜到十万次 但是呢密宗因为他要求 这一个提升成佛的这一个部分 所以很快一开始他就要 就要求大礼拜就拜到十万次 那么或者是四归一奏 就要念到十万遍 那么甚至到百万遍 那刚开始这个部分 他当然就是用量去做为精进的一个目标 那因此呢 他跟那个一般的修行 尤其一开始他就会强调 你要很密集的集中的那一个修行 那他才会把刚刚我们说的三大神集结 怎么浓缩到这一辈子来达成 对这个部分老师你的看法是什么 就是说像我常常听到一些上师 对于那些 我看我有些文章是这么说的 有些上师呢 他会用这些量来检视学生 他们是否真的想要来走密宗 有时候他会感到你念十万遍 你拜个几遍 他会去考验你的心 是不是真的有想走 但很多人就会自己打 就是打那个退坛鼓就离开了 那有人就是 诶他真的就是蛮精进的 那对于这种很密集式的这种 不管拜佛啦念咒啦 或者是那礼拜这样子一个过程 老师你看法是什么 你好我是余舍 在11月5号到11月7号 总共三天的时间 我在三亿 举办一场三天两夜慢生活工作方 凌音蓝蓝蓝启动脉轮瑜伽 在三天的课程当中 我教导每位的学员来体验 用声音来开启你的脉轮 用灵音的方式来震动你的声音的能量 瑜伽不只是只有体验法 透过自己所发出来的声音 来配合瑜伽的体验法 更能够转化以及进化你内在的脉轮 雨色邀请每位的朋友来参加这一场 与自己的脉轮共处的三天两夜工作方 大家好 我是佛光山创办的南华大学生死学系 系主任廖俊宇老师 生死学系致力于活出生命的尊严 与死亡的尊严 从生老病死都在关心的范围之中 因此有生死学系资商组 可以考心理测验员等 生死学系社工组 可以考社工师 生死学系殡葬组 可以考礼仪师 佛光山创办南华大学 是为公益的目的 因此采国立大学收费 也提供多项奖学金 来帮助同学圆梦哦 因为一开始 我们如果要调整我们的身心灵的时候啊 那一个品质的要求 其实是不容易要求的 因为他的刚开始的心灵总是比较散乱 所以从量上面去作为控管啊 不思维是一个方便的方法 那么我们当要求量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啊 事实上你的那个包括觉察力或者定力 就他就会慢慢的增加 那这时候他就会再慢慢的去调整 他的品质的那一个部分 比如说包括我们刚刚说的 如果是他是归一照或者是他大礼拜的 那个修行方式 那一开始是以量的那个要求去做 那所以常常会犯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手溜病 手溜病就是 他就是一直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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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咕噜咕噜咕噜的 就把那个咒语念过去 那这一个部分啊 那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觉察到 然后就会再对峙这种手溜病 比如说就会以珍惜的心 或者感人的心去感受的这个 这个法的重要 那一直就去处理这个手溜病的 这一个问题 那这时候他的品质 就会再往上提升 所以你刚刚老师提到 是说其实在这个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持咒人或是在做这个刑法的 这些人会慢慢去体悟说 其实那个更更精致的那个部分 他自己会去体悟到 而不是一直在拼这些数量 这个是要靠自己去体悟跟领会的 对不对 是 这个觉察的那一个 品质啊 一定会是在修行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 像坊间呢我们对于秘宗的概念 就分的还蛮极端的 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蛮常流行的 就是很多很多的佛教单位 或者是很多的私人的那些 所谓的自修的道场 都会常常找很多的上师 来灌顶加持啊 那我们就赶快去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吉祥的这个祝福 那在网路上呢有另外一派的说法 认为说这个秘宗啊 常常用这所谓的修人无法器 还有什么双修啊 男女双修啊 或是所谓的什么阿结谷啊 用他们这些人谷啊 一些女孩子这些的 这种处女啊 来来达成这种修炼 看起来好像秘宗的这种观点 是很极端的那对这两派的说法呢 老师你看法又是什么呢 啊 这个就是牵涉到我们刚刚 讨论到什么是显宗 什么是秘宗 产生的这一个差别 就是我们大概都知道 显宗其实是没有什么灌顶的这个概念 它虽然有加持 但是那个灌顶的概念是比较弱 那秘宗就非常强调灌顶 那这一个部分啊 牵涉到 刚刚我们说 呃 如何 这一个把三大神曲节 在这一世 它就能够 呃 赶快 呃 呃 成佛 那 它发展的 就是 从英畏起修 变到国畏起修 那国畏起修的这个概念 那就牵涉到 你刚刚说的灌顶 的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秘宗跟显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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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南传的话呢 它很重要的就是 五场苦空 然后它断我之 但不一定要断法之 但是到了 呃 呃 此际忍入精进 禅定波则 这个地方 作为 行仆道 很重要的六个方法 那这个是显宗的重点 但是到了 密宗很重要的 它就强调了 很重要的两个特色 就是除了 截面的那个 呃 南传跟大圣 作为基础之外 也就是说 事实上 无常苦空 跟那个 火法恶空 以及六度万行这边 密宗是绝对不会去否认的 一定也就是承认作为基础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呢 它现在想发现了两个很重要的点 而这两个重要的点 才能够造成 它从国会起修 入手 那两个重要的点 是哪两个一个 就是你刚刚说的 呃 灌顶 一个就是 后面我们说的这一个 我们后面会说到的 炼器脉名店 这个部分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先强调 它的那个 灌顶的那一个部分 那灌顶这个名词 其实本来就是从印度 它的那一个 皇位在瘦瘦的时候啊 在传达的时候呢 那么 皇 这个国王把 这个皇位要传给太子的时候 他就会去灌顶的那一个仪式 那密宗在这个地方呢 他就把他的这个 呃 意义 就借用过来这个地方 然后在灌顶的时候啊 那个 呃 上师 上师是佛法神的代表 那所以 他会把 这一个成佛的这个种子 啊 啊 类似一个啊 啊 当然 他还有能量的上面的那一个 那一个 意涵 然后呢 整个移到 这一个 地质 身上 那 因此 常常灌顶有时候 就有一些现象发生 啊 包括在 那个 密宗里面 我们有时候他灌顶的时候 他的身心就会产生变化 这也会是 这个原因 就是 他现在 本来 我们刚刚说 他是从 果位祈修 从我是佛 的这个概念开始修行 所以 不是从我是凡夫 那我是佛 那佛有佛的身 有佛的心 有佛的灵 身心灵的那些状态 那 现在怎么把 佛的那种身心灵的那个 那个状态 那个传达到地质上面 他就是藉由灌顶的这一个 过程跟仪式 那所以 包括其实在灌顶之前 上师常常 他常常就已经 开始要闭关修行 那个 可能 调整自己的神心灵 身体的状况 心理的状况 然后 如何跟现在要灌的这一个 佛菩萨的 这一个 本尊相应 然后把本尊加 那个 引领 进到这一个 地质上面 地质的身上 那这个就是灌顶的意义 嗯 在灌顶 老师 老师你刚刚提到一个 一个重点 我刚刚想要 想要 厘清一个部分 就是 灌顶呢 是上师呢 就是跟他的 这些 仙佛来相应 然后再 传承给他的这些地址 那但是现在仿仙很多 在举办这个灌顶 老师 你没办法去决定你的地址 每个人来 可能就好几千人 好几百个人 那老师又提到说灌顶的时候呢 被灌的人呢 会有些身心上的转化的这个过程 那对于一些还没有准备好的人 或者是 对于那种 对于这种密宗呢 他不是很清楚的人 会不会产生 反效果 或者是说 其实对他来讲 是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的 有可能啊 非常有可能 因为本来地址要做好准备 他其实前几天 也要开始调整他的 那一个 身心状况 那 所以像你刚刚说的 我们常常见到法会 可能是几千人 然后就灌顶的那一个部分啊 有很多其实是在 他的阿赖耶士 只是做一个 产生结缘灌顶的作用 但是真正修法的那个灌顶 他其实就不一定是 那个 几千人 几万人的这种灌顶 你好 我是宇舍 在9月23号下午2点 南华大学生死系系主任 廖俊宇老师 即将来到台中宇舍灵系美学工坊 主讲灵修秘法的修炼奥秘 廖老师是我在研究所的指导教授 本身呢 在密中灵修中医与 经脉上面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这场讲座将为你解析 密中不为人知的修炼方法 同时还将告诉你 灵修瑜伽密中的修炼关系 余色诚挚的邀请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Chu 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 《正念英语家》这本书 《正念英语家》这个练习 非常适合忙碌的现代人 能够学得这一项技能 把它带回到生活里面 为我们忙碌的身心 创造一个安居的气所 很欢迎大家一起来练习《正念英语家》 《正念英语家》这本书 目前已经由商周出版 在各大的实体书店 还有网络书店都可以购买得到 欢迎对正念、瑜伽、禅修 有兴趣的听众可以一起来购买 gatlm 演唱 老師,你的意思是說 上屍雖然對幾萬人在灌點 但或許只是在他的這個 種子身當中 種一下這個苗 有一天他可能會發芽 那對於這種身心轉化這個比較強烈的這個灌頂的能量部分 可能會針對是他的閉門的地址 或者是他少數他認同的地址來進行灌頂 是這個意思嗎 就是其實應該是這樣講喔 那個法有很多種 那麼灌頂的那個種類也有四種 那其中我們對一般尤其是這種幾千人的 他常常是一種結緣灌頂 結緣灌頂通常就是告訴他說 你開始有佛的身口意 而口的那個部分呢 常常是最先開始的 而口的那個部分就是授權 剛剛我們有說 其實灌頂是那個印度的某個儀式 那個轉化過來的 他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有一個授權的概念 那個就授權 你現在其實已經有佛的身口意 而這個佛的口就是咒語 所以他開始可以以咒語來修行的這個基礎 那另外一派呢 像另外一派有提到的是所謂的人骨法器啦 或是所謂的男女雙修這個部分 老師你的看法又是什麼呢 原則上啊我先說一下 因為現在如果是男女雙修 他會牽涉到後面的氣脈名點的那個部分 那這個在這個密宗裡面 他其實並不一定是一定要男女雙修 單修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 這個在漢母聖身引導裡面 他都有說到 單修的部分啊 他利用自己的那個氣脈的那個運轉 也是可以達到這個雙修的效果 當然不一定是有那麼強烈 但是他也是可以 那對一般人來說啊 他對物質的身體比較那個執著 他有那個單修的那個部分 他的那個能量的升起 不是容易出來 那這時候才可能是走那個雙修的那個部分 那這個當然牽涉到能量的運轉 那原因就是因為 在密宗的那個佛慧啟修裡面 他發現到要有佛的身心的狀態 而那個身的那個部分呢 他牽涉到的不是只是 就是他是一個四大地所功結合的身體 他不只看到這個 他要繼續往下看到 比較細密的地方 就是 一般我們說密宗他其實分成 他的身心觀分成三大層次 就是初身心 那細身心跟最細身心 那初身心就是我們一般人所知道的 他其實是四大結合 然後那個地所莫所成 然後有我們說的丈夫 就是西方的生理學醫學所看到的這一個部分 然後到了細身心的這一個部分呢 他就是看到我們要講的這個氣脈名點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就是其實就是我們一般說的能量 那這個地方他事實上也吸收了運度瑜伽很多的那個知識過來 所以包括整個脈輪系統 我會發現跟瑜伽也很接近 原因就是因為這個細身心的這個層次啊 是能量系統 能量系統的這一個部分 他跟我們的心靈狀態也有一些對應的關係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最細身心 那個瑜伽敏點的那一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為什麼要強這個 強調這個部分呢 那原因就是這個蜜中剛剛我們說他是果衛其修 所以他把我們的身體看成是佛的身體 不是像反覆的臭皮囊 那佛的身體很重要就是他的氣脈一定是同的 那包括他的脈分成兩種 一個就是葉解脈跟那個智慧脈 那智慧脈就是中脈 那葉解脈就是我們中脈之外的其他脈 比如說就像中醫裡面的十二經絡 十二經脈那個事實上就是也是屬於葉解脈 那這個葉解脈它跟我們的心理關係 也有一些相應的關係 那因此啊 他就開始要去調整他的能量 那調整這個能量 讓能量往智慧脈的方向走 而不是往葉解脈 葉解脈的葉就是那個葉報的葉 那結就是那個三大阿神奇結的結 那就是要把把這個能量的往那個智慧脈的方向去運作 那因此這個部分呢 它就會牽涉到身體的能量 而身體能量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夏丹田的性能量 這個地方其實很多有強調身心修煉的宗派 大概都會注意到像道教也有注意到 密東也有注意到 瑜伽市場也有注意到 所以它怎麼去開發夏丹田的那個能量啊 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然後讓夏丹田的能量進到中脈 去開發我們的智慧脈 那智慧脈一樣它跟我們的靈性很有關係 所以這一個 那中脈裡面有七個很重要的集散地 就是我們的脈輪 那每個脈輪它有身心靈的關係 靈性上面的關係 那會有一些議題要去處理的 嗯 老師為什麼剛剛有提到是說 在修煉過程當中非常重視是夏三輪 那夏三輪把它就是把它修煉到 可以進入到所有的智慧脈 那麼為什麼不是針對是上面的四個輪 而是夏三輪 因為人本身它其實是從動物發展過來的 那夏三輪基本上就是動物層次的輪 那這個部分它牽涉到我們一般比如說 修行很重要的兩個關卡就是財跟色 那財其實是我們能夠活下去很重要的物質基礎 那牽涉到的你知道就是我們的夏三輪 就是海底輪 麒麟跟太陽神情蟲 那這三個呢事實上是一般動物 它本身也有的 那第一輪呢就是它要活下去的那一個原始慾望 就是海底輪 第二輪呢就是它會有傳宗接代的原始慾望 那第三輪呢就是我們的太陽神情蟲 就是它隨著動物性本身 它會有一些權利欲 那這種權利欲啊 我們在看那個很多的動物身上都會展現出來 最重要就是它的領土感 所以比如說這個小狗 或者是獅子什麼等等 它佔據了這一塊 它就會開始去大便小便 然後去做記號 告訴其他的狗或者是那個獅子 說這個地方是我的 那動物性很重要的就是 生存的慾望性跟這個權利欲 這個是他們一定要去滿足的三個點 那因為人事實上從動物性這個地方來 我們很重要的事實上也是把動物性 就是下三輪的能量可以把它提升 往上走變成上面的四輪的這一個 朝生的過程 哦 老師剛剛提到那個 雙修這個部分 它是需要修理這個明點跟這個脈輪的嗎 那其實坊間很多這種比較不好的這些道場 或是所謂的神棍哦 常常藉由這個雙修來 希望更多的人哦 跟它發生這個關係 那老師像這樣子一個狀況呢 我們該怎麼去看待真正了解實修的這個雙修 而不只是停留在這個性的部分 這些比較粗糙的修行上面 我們怎麼去判斷呢 原則上啊其實雙修的條件很嚴格 一般人基本上包括我們所看到的公廟 或者神壇事實上 呃 常常不太具備這些條件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 這個一定是以保守為原則 那不是會不會有一個呃 住持或者是公廟的負責人 他會輕易的告訴你 那一個你是要用雙修來那一個 為什麼 因為這雙修的這個部分 它事實上是兩方面要 都要達成某些條件 而這些條件常常是很嚴格的 明顯的那種戒律上面的那個要求 他們才可以去做這個部分 那這好像我剛剛有說的 你對於自己的能量運轉 事實上一定要掌控到一個階段 所以雙修事實上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它絕對是不能性高潮 它不能射精 那這個當這個方面當然它分成 很重要的兩個那個現象 一個就是三峰形的性行為 一個就是三股形的性行為 三峰形的性行為 就是我們一般所見到的性行為 它可能會有射精 然後動作很強烈等等 但是三股形的這個部分 其實它是非常和緩 你事實上很難感受到某些性刺激的那種衝動 或者高潮 它其實是非常緩慢的 那以盡為原則 但是它在這個地方 因為透過能量的運轉 它還是可以達到那一個三峰形的那種高潮的那種現象 但是它卻是不會有那種射精的那些行為 那個其實就是表示 它前面的條件根本是沒有達到的 對 老師你剛提到這個部分 修行人 不管是密宗 或者是所謂的靈修 或者是 對性這個部分 是不是也是一種必須要克服的這種課題 你所收聽的節目 是華人網路心靈電台所播出的 宇舍信仰聲 在信仰聲當中 宇舍都會介紹不同的身心靈好書 以及腰房 作者 翻譯 或者是編輯 來節目當中 為美味的聽眾朋友來介紹 書中還沒有說完的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邊有一些好書 希望宇舍在節目中來介紹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從事出版業的工作 有一些好書 希望宇舍來做推廣 都歡迎跟宇舍來聯絡 好的節目 需要美味的聽眾朋友來支持 好書更需要大家來推廣 宇舍電話是0975-256-579 才是明時歲人之五欲存業 那前面兩個 這個才跟色 是我剛剛說的 修行人很難過的兩個關卡 那所以怎麼去轉化這一個色 或者轉化這個性 密宗跟顯宗的那個方式 是不太一樣的 那顯宗就是 我就讓身體 也就是說包括強調吃素 不能吃刺激性的五心 五心雖然是植物 但是呢也把它當作是心 三股 所以也是不能吃的 原因就是因為 它很容易去刺激我們的荷爾蒙 然後讓我們對於這個性慾 它很容易被激發出來 那 這是顯宗的那種方式 所以它就把種種可能的 產生性的這個地方 能夠把它截斷就截斷 像小聖有一些 那個修行的方式 它連女性的胸部以上 它都是不能看到的 它都要帶一個 到一個斗粒等等 原因就是要戒除 產生 這個問題的 很多的外源因素 那其中 在顯宗 尤其是漢傳的 它有非常強調的就是吃素 原因就是因為它就是要斷掉這種 產生性現象 問題現象的可能 那它的這一個 轉化的方式啊 我覺得也有它的優點 那當然也有它的不足 那密宗的那種方式 就不是這個方式 它就是直接去 運作我們的這個能量 然後讓我們的這個性能量 如何向上提升 那向上提升 尤其是我們剛剛說的 因為 這個 金滿 金滿 我們一般說它是不施營 但是我們通常都知道 又有一種說法 是保暖施營慾 就是它反而容易去中慾 但是密宗的這個 為什麼我們會說 它是金滿不施營 很重要一個就是 因為它金滿之後 它必須透過能量的運作 操練 把這個金化 造成這個氣 它才不會真正 我們剛剛說的 淪為保暖施營慾的那一個 那個方向 而才能夠是做 往金滿不施營的這個方向 所以它一定要練 很多的那個 在密宗叫做金剛拳 事實上就類似瑜伽的那些動作 把這個性能量把它升化 那密宗的那個處理性 它就是直接去面對 它跟顯中的那一種 我就是不要讓性的 這一個現象產生 所以強調 身體是個臭屁 然後強調比如說吃素 等等這些東西 來處理這個性 這兩條路啊 我覺得都很不錯 那每個人呢 機緣不同 性情不同 就看 你自己是適合哪一條 那這裡就像我剛剛跟你說的 我們在身心靈成長過程裡面 覺察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 那我們就要去覺察自己 我是適合走顯中的還是適合走秘中的 老師有另外一個說法 性呢是一種創造力 就是說當性 性跟一個人的成就啊 創造力有很大的關係 那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當一個年輕人喔 十幾歲二十幾歲時候 他如果以顯教方式來當他休息 那麼在他的成就上面 或是事業心上面 會不會跟著比較弱一點點 你說的事業心或者成就的那一個部分啊 要看他是怎麼做 那個投注在什麼層面上面 比如說他如果是在 那個現實的公民立路的這一個場合裡面 因為他走的是另外一個方向 所以這個部分他不一定會是 他的重點 但是對於如果你已經確定 是要修行的這一個部分啊 他的性能量他也會 雖然他沒有直接去操作 但是他也會被轉化到 這一個我們說的法式上面來 比如說我舉例 以佛光山為例 那那個佛光山顯然走的是顯中不是密中 那他的事業的成就也非常大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剛剛有說到很重要的點 下三輪基本上是動物性的這一個能量 蠻重要的 但很重要的人如果是要成長 很重要就是把下三輪的能量往上移 把它轉化到心輪 然後上面的四輪的這一個部分 那也就是說啊 如果他雖然是這個性 他走的是 我不直接面對他 然後把我的所有生命的 理想跟意圖全部放到 某個理想的 這個目標上面 比如說像星雲大使 他就要這個 弘法立生從教育文化入手 所以佛光山的這一個事業的版圖 事實上也是很令人敬佩的 哦 了解 那還有一個部分剛剛我們提到 就是人骨法器喔 他到底是什麼樣一個修行的方法 為什麼要使用到人骨來當成是修煉的法器呢 其實因為密中他剛剛我們有說的 他從灌頂跟那個煉氣脈名點入手 然後跟那個顯鐘前面以作為基礎 然後發展出來的這個面向就不太一樣 所以比如說 發光煉珠的那個部分 他就會去強調這個是什麼樣的寶石 他可能帶了什麼能量 是什麼水晶等等 那這一個我們身體啊 像比如說現在很多的那一個 佛式他都有供奉佛陀的設立 那那個有的就會看 有的他看到佛陀設立 他就有一些身心的轉化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佛陀他修行成佛 那個他的身體已經被他所進化了 那這個所進化他所成的這一個他的設立值 同樣也就具有很純粹的能量 那所以從這個地方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有一些 包括他強調他是高深大德的這一個頭骨 做出來的念珠 那等等原因 事實上就跟我們去看佛陀的那個設立值的那個 立場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主要修人骨法器的目的 就是看到這些人骨 我們也會產生不同的心理的反應 所以這也是一種修行的方法 對啊也是一種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聽個廣告之後呢 再跟廖老師好好談一談 就是密宗跟靈秀的關係是什麼 我相信這一集呢 如果你好好聽的話呢 相信對你的修行呢 或是對於密宗呢 一定有很多觀念上的釐清 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好我是余瑟 在9月23號下午2點 南華大學生死系系主任廖俊玉老師 即將來到台中語色靈系美學工坊 主講 《靈修密法的修煉奧秘》 廖老師是我在研究所的指導教授 本身呢 在密宗、靈修、中醫與經脈上面 有相當深入的研究 這場講座 將為你解析密宗不為人知的修煉方法 同時還將告訴你 靈修、瑜伽、密宗的修煉關係 余瑟誠摯地邀請你 歡迎繼續回到節目當中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為每位聽眾朋友邀訪老師 聽眾朋友釐清了很多的觀念 接著我們就來談一談 靈修 那廖老師 其實 我們講到台灣的靈修跟密宗 我們第一個印象就會想到的蓮花生火佛 就是盧聖燕這位上師 那想問一下廖老師 你對於盧聖燕上師 他從靈修走入到密宗這個部分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這個部分 我先說一下關於靈修的這個部分的修行 為什麼他跟密宗 他其實是有雷同的地方 所以他有很類似的那種修行的後面的概念 比如說我們一般靈修 那一開始 他很容易就開始從麒麟入手 那麒麟他 有可能會打手印 有的當然就會開始 也有唱歌 也有那個 靈動 等等的那種現象出來 然後 我們再去看這一個 麒麟的這些動作 我們事實上就會發現到 那每個人的起靈的動作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個其實上牽涉到就是 姚慈基姆 我覺得他這一個 在修行上面很重要的散巧 的那個部分 那 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知道那個修行 如果從剛剛 我們所說的 練氣麥麟點 對於我們的修行 其實是非常重要 原因就是 就是 某些麥它跟我們的情緒 是很有關係的 比如說 就以那個十二經絡的 肺經的這一條經絡來說 它跟我們的悲傷情緒 包括自我肯定 就很有關係 那大腸經的這一條經絡 那種的那個氣 順不順 通不通 或者滿不滿 跟我們這種 呃 執著 或者是 放得下 放不下 的那種心情 情緒 就會有很大的關係 那 因此 我們剛剛有說到說啊 那一個 怎麼去調整我們的氣麥 其實是我們修行很重要的一個面向 那 我覺得 姚慈基姆在這一個 呃 靈修的這個體系裡面 他從啟琳這個地方入手 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 每個人的啟琳的動作不太一樣 那 有人是從 聲音 比如說唱歌開始去調整他的氣麥 那這個部分跟聲音療法 其實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那個聲音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七輪 他每一個輪 他的 震動的頻率不一樣 一般從下面到上 就是那個 Doremifa Solasi 這樣子上去 那 因此 這個 怎麼用 聲音或者咒語 或者 剛剛說的唱歌 去調整我們的氣麥 也是一個 入手的地方 那有的人 其實不是從那一個 唱歌入手 他是從 某些靈動 那某些靈動的那一個部分 剛剛我們已經說了 每個人的靈動的動作 啟琳的動作不太一樣 原因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因為他跟他的 葉結麥 是有關係的 那他的哪一條麥 比較不通 通常他的那個 啟琳 靈動的那些動作 他就會從 那邊入手 要去通 他的某些 氣麥 那這個地方啊 我覺得他的好處就是 從動入手啊 從動入手啊 一般人 比較容易進入 你要從進入手 一般人 因為姓氏比較複雜 他事實上是不容易沉澱下來 那 所以是一個 很好的 入門的那個方式 那 因此 從這一個 氣麥明典的這個觀點來說 他總是要去練氣麥 然後要讓那個麥通 那 從靈修的這一個部分 他就會從 某些靈動的動作 入手 去通他的麥 那這個地方啊 事實上跟密宗的觀念 是很接近 那 只是密宗的那個麥 因為他已經發展很久了 他跟那個 靈修 的那個發展歷史來說啊 事實上 長很多 那因此 很多他已經有 那個體系化 理論化的這個 成果在那裡 那因此 從我們剛剛說的 從靈修的那個系統 他 一進入到 密宗 尤其是 從冠兵到 煉氣麥明典這個部分 他就 發現到 這裡面 事實上 他在修行有 玉取 同工之妙 那 人生活佛 我看過他的書 他的那個 應該也是從這個部分 入手的 所以他就會轉到 然後 他就會從 領修這個部分 轉到那個 密宗這個地方來 不過我看 他對 姚慈金母 都還是一直 蠻 蠻 強調 蠻動勢的 蠻尊統的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們就沒辦法繼續聊 那在最後面 我想要請 廖老師給一些 想要走 離休跟密宗的人 給一些好的建議 認為他們應該 用什麼心態 來走 離休跟密宗呢 廖老師 我覺得 這一個 剛剛我說的 很重要 在修行歷程上面 覺察總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 如果你 發現到 你越走 你越執著 那你的那一個 可能就要 小心一點 就是我們 在這個 走的這個過程裡面 大概有兩個 重要的標準 我們可以去看 一個就是 我是不是能夠 越愛人 包括越愛自己 那 如果你發現 你都越來越不能 愛人 包括你的家人 或者旁邊的 同事等等 那你就要小心 你的修行 恐怕 有些問題 這是第一個 另外一個 當然就是 你越修行的話 是不是 你又感覺到 生命越自由 對 那個自由度 它會越來越大 那如果 你看這個也不順眼 看那個也不順眼 然後那一個 天下只有你 對 其他人都錯 那就表示 但是 我們這個 執著呢 反而因為我們的 修行額越來越多 越來越高 那這個可能就要小心 我的這個建議大概就是 隨時覺察自己 是不是 能夠越愛別人 越愛自己 越愛這個社會 越愛這個世界 然後第二個就是 隨時 隨時覺察自己 是不是越來越自由自在 廖老師的建議 其實真的還蠻貼切 每一個人 就是我們常常會把 所謂的比較鬼神論 或是所謂的神通 靈通這些東西 放在這些比較 外人比較難進入的 這些宗教的修行上面 但是廖老師你的說法 其實會把我們心 拉回到這個現實 相信許多的聽眾朋友 聽完之後 一定有很大的收穫 那麼因為時間上的關係呢 這一集就沒辦法去跟廖老師 來談這個所謂的 密宗跟靈修 但是沒有關係 在9月23號的下午 宇社邀訪到這個廖老師 來到台中 來跟大家談一談 靈修跟密宗 如果有興趣的聽眾朋友 要趕快來報名參加 那麼這一集就先 感謝廖老師的 來到節目當中 謝謝你 好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 你所收聽的節目 是華人網路心靈電台 所播出的宇社新養生 在新養生當中呢 宇社都會介紹 不同的身心靈好書 以及邀訪、作者、翻譯 或者是編輯 來節目當中 為美味的聽眾朋友 來介紹書中 還沒有說完的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邊有一些好書 希望宇社在節目中來介紹 或者是呢 你自己本身呢 從事出版業的工作 有一些好書 希望宇社來做推廣 都歡迎跟宇社來聯絡 好的節目 需要美味的聽眾朋友來支持 好書更需要大家來推廣 宇社電話是0975256579